1950年10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雄九九气昂昂跨过了鸭鲁江,开赴朝鲜同美帝国主义作战。 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第一次战役后,将不可一世的美军打得灰头土脸, 将曾经叫嚣圣诞节前占领北朝鲜的麦卡瑟,脸上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。 经过此次交锋后,麦卡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手, 他在地图上竭力寻找志愿军的破绽,企图发动雷霆一击挽回自己的颜面。 麦卡瑟观察需求,将自己的目光停在了中朝边境界, 没过多久,麦卡瑟脸上浮现出了笑意。 然而,当麦卡瑟将自己的杀招请示杜鲁门之时, 却遭到了杜鲁门的拒绝,这不仅让这位五星上将顿时间暴跳如雷, 忍不住在作战时大骂,华胜头的那群人都是瞎子。 那么,麦卡瑟的杀招究竟是什么?杜鲁门为何拒绝了麦卡瑟的计划? 最后,麦卡瑟这个计划实施后,志愿军将如何应对呢? 本期我们一起聊聊麦卡瑟的这首杀招。 正题开始之前,新来的朋友别忘了长汉点赞支持一下, 喜欢作者的话就点点关注, 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 麦卡瑟这位美国五星上将为人极其浩满, 在他印象里,中国军队依旧是留着长辫子, 扛着汉阳造的清朝士兵。 所以,当美军人船登陆后,杜鲁门前往威克岛面见麦卡瑟的时候, 不无担忧地问道,倘若中国出兵怎么办? 麦卡瑟说了一辈子最后悔的话, 中国不会出兵,中国历史上没有打过胜仗拿什么出兵。 二战结束后,美英苏三国为了朝鲜半岛的管理和建立临时政府, 签订了莫斯科协定,北方沦为苏军托管,南方沦为美军托管之下。 尽管朝鲜民众渴望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, 但是冷战背景下,美苏两国在各自托管区不断消灭,反对派势力。 随后,南北双方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扶持下, 南北相继建立政权,随后美苏两国相继宣布在朝鲜半岛撤军, 但双方在三八线附近的矛盾冲突却不断升级。 终于,在1950年6月25日,朝鲜人民军发动了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。 习惯了美军保护的韩国军队,缺乏战争准备。 仅仅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, 韩国总统李承晚便匆匆逃离汉城。 一个月后,一路凯克的朝鲜人民军将战线推进至大丘釜山地区, 双方沿着落东江进行对峙。 面对朝鲜半岛是一个化的局势, 一贯霸道的美国不能容忍自己利益受损, 决定向朝鲜半岛派兵。 1950年9月15日,在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的指挥下, 美石军成功于人船登陆。 登陆后的美石军会同朝鲜半岛东海汉登陆的美骑师, 直接将朝鲜人民军一分为二,朝鲜半岛局势逐渐不利。 1950年9月27日,美军攻克汉城, 逐渐集合起力量的美军, 为了争夺世界霸权,悍然越过了三霸线, 一路愧退的朝鲜人民军无力抵挡,战事出奇地顺利。 这让麦克阿瑟多少有些忘乎所以, 向美国政府提出, 乘胜北京将共产主义逐出朝鲜半岛。 随后,美军一路向北推进, 朝着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挺进, 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了巨大威胁。 1950年10月25日,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, 当时麦克阿瑟的手中已经收到发现中国军队出没的消息, 但是麦克阿瑟却不相信, 因为在他看来, 中国出兵朝鲜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, 因此他判断报告只是一小波中国军队。 然而不久之后, 志愿军发动了第一次战役, 其中美八军被打得全线后车, 美医师遭到重创, 使得美军占领全朝鲜的计划落空, 这让麦克阿瑟十分震惊, 感到头皮发麻, 决心要让志愿军付出惨重代价, 挽回自己的颜面。 于是, 在地图上仔细观察许久, 麦克阿瑟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中朝边境, 鸭绿江大桥上。 在麦克阿瑟看来, 美军可以凭借空中力量, 如果志愿军后方补给, 必经之路鸭绿江大桥一旦被炸断, 那么正面作战的中国军队必将不战自败。 鸭绿江大桥是日本铁道局, 于1905年开始动工修建的, 其背后是日本人想要欺占东北和侵略中国的意图。 这座桥梁长为944米, 宽度为11米, 起初修建的用途为铁路桥。 1943年, 日本人为了侵略中国, 同时为了方便在朝鲜的殖民统治, 于是又修建了第二座铁路桥, 后第一座铁路桥改为公路桥。 麦克阿瑟认为, 鸭绿江大桥是中国军队的补给生命线, 对于联合国军的行动危害巨大, 应该将其炸毁。 于是, 麦克阿瑟为了炸毁鸭绿江大桥, 进行了精心而又充足的准备, 从联合国军中抽调最为先进的B-29轰炸机。 执行本次轰炸任务, 其实麦克阿瑟已经定下轰炸机的起飞时间, 华盛顿时间10月5日凌晨1点, 但是飞机起飞前, 他觉得此事可能关系到两国外交, 于是便向美国参联会请示了一下, 杜鲁门予以拒绝。 麦克阿瑟当时是东京的太上皇, 此次向参联会递交请示, 只是想照顾下参联会人员的面子, 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, 参联会竟然拒绝了这位五星上将的请求, 以至于让他破口大骂。 那么为什么参联会会没有同意麦克阿瑟的请求呢? 参联会得知麦克阿瑟的轰炸计划后, 感到十分吃惊, 他们对这件事也不敢轻易做主, 于是参联会将这件事上报给国务院。 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得知这个消息后, 感到事态紧急地不敢耽搁, 立即告知了正在参加选举的杜鲁门。 在国务院会议上, 艾奇逊对麦克阿瑟的计划进行分析, 从战术上讲, 这件事是不值当的。 同时, 我们西欧盟国已经有约在先, 不和他们商量, 不得扩大战争规模, 不可以像鸦鲁江另一侧采取行动。 同时, 两国背后还有苏联的影子, 苏联和中国还签订地有同盟条约。 杜鲁门听完, 又问了问国防部长马歇尔的想法, 马歇尔是为中国通, 对于中国问题有独到的见解, 深得杜鲁门的信任。 马歇尔表示, 除非发现中共军队在丹东集结, 否则贸然轰炸亚鲁江大桥是不明智的。 接着, 美国参联会向麦克阿瑟下达指示, 放弃轰炸的政务, 然而, 此时仅仅距离麦克阿瑟起飞的时间, 只有一小时二十分钟。 随后, 参联会不忘记对麦克阿瑟嘱咐到, 在没有得到最新指令前, 所有距离中国东北边境五公里的地方, 都不能进行轰炸。 得到消息后的麦克阿瑟再也无法忍受, 在参谋时破口大骂, 华盛顿的那群人都是瞎子, 眼睁睁看着中国军队通过鸭鲁江大桥运送物资到朝鲜, 同时, 麦克阿瑟向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发牢骚说道, 这种情况下将会对空军和地面部队施戏造成巨大打击。 麦克阿瑟是一名纯粹的将领, 所以他的计划是根据战场形势做出的, 但是战争是政治的延续, 每场战争背后都是国与国之间, 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博弈, 而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交锋, 而此时的朝鲜半岛逐边的国际关系已经十分紧张, 中国苏联更是绷紧了神经, 一朝不慎极有可能引发苏联下场, 同美国对着打。 当时的苏联虽然经济实力同美国还是有一点差距, 但是在军事力量上却和美国不相上下, 引得美国十分忌惮, 一旦和苏联爆发军事冲突, 必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。 一旦爆发大战, 美国将失去盟友的支持, 因为英法这些国家经济建设刚从二战的阴影中恢复过来, 让他们帮忙给美国储协兵这样的小王还是可以答应的, 但是让他们参与下一场世界发大战, 这是他们绝对不会答应的。 反观中国这方, 仅仅在朝鲜战争中就让美国头疼不已, 一旦美国陷入更深的战争血河中, 必将投入大量的财力、人力等, 一旦停止下来, 就意味着战争的失败, 最后必将面临严重的国际制裁, 而白白让苏联成为世界第一大国。 当然, 当时的苏联方面也不想跟美国爆发大规模冲突, 当时苏联支援中国并没有直接派遣军队作战, 只是一些军事装备和战机, 这表明斯大林也不想爆发一场世界大战。 其中, 在第三次战役中, 美军一路溃败, 十分利于我军作战, 继续扩大战股, 但是斯大林还是向我方表示修成部队, 避免战争规模扩大。 杜鲁门除了不想扩大战争规模外, 其实他对麦卡瑟的轰炸行动并不感到乐观。 鸭鲁江大桥是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中枢, 必将重兵防御, 同时苏联战机不停在附近巡视, 美军要进行轰炸, 必将要穿越层层火力封锁, 成功的可能性不大。 而且杜鲁门看来, 炸毁一座大桥并不能阻挡住中共军队。 尽管杜鲁门在轰炸亚洛江大桥上和麦卡瑟分歧很大, 但是架不住麦卡瑟不停纠缠, 不断给美国政府高官分析战争形势, 最终杜鲁门顶不住麦卡瑟的软模硬炮, 同意了麦卡瑟轰炸亚洛江大桥的要求。 但是近日麦卡瑟轰炸中国东北空军基地, 得知杜鲁门同意自己的轰炸计划后, 麦卡瑟感到十分欣喜, 尽管杜鲁门最后的要求让他的计划有些变强, 但这依旧让极限改变朝鲜战场形式的麦卡瑟兴奋不已。 然而不久之后, 杜鲁门关于亚洛江大桥炸了挡不住中共军队的担忧, 得到了印证。 从1950年11月中旬到12月11日, 美军轰炸机开始对中朝边境进行轰炸。 在美军黄红滥炸下, 亚洛江大桥被炸断, 然而此时的志愿军正处于第二次战役期间, 急需大连的后勤补给, 所以不久之后, 大连的后勤补给被堆积在亚洛江边附近。 当麦卡瑟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兴奋, 在他看来, 失去了后勤补给的中国军队, 终将止步于此, 后方补给线断了之后, 中国军队很快便会后撤或者被歼灭。 于是, 亚洛江大桥炸断之后, 麦卡瑟立即对外宣告, 对中国军队造成了沉重打击。 然而, 现实状况被没有跟着麦卡瑟的想法走, 中国军民不是那么容易打倒的。 中国得知这个消息后, 立即任命洪学志将军担任志愿军后勤部司令。 洪学志一面组织修复亚洛江大桥, 一面在江面架设浮桥。 麦卡瑟得知消息后, 立即加强美军的轰炸频率, 让美军轰炸也没有规律性可言, 但中国军民支援前线的决心, 这是麦卡瑟所想不到的。 架起浮桥之后, 为了躲避美军的空中轰炸, 后勤人员白天将浮桥拆掉, 晚上重新架上。 后来, 美军对亚洛江大桥使用制导导弹轰炸, 在美军强大的抛火下, 亚洛江大桥有的桥墩甚至发生了偏移, 让美军数次感觉已经完成了任务。 可是, 当他们第二天醒来的时候, 亚洛江大桥又重新站了起来, 美军一次次轰炸, 志愿军后勤人员一次次修复, 有时候军情紧急, 后勤人员要顶着美军的轰炸修复大桥。 就这样, 中国军民凭借自己的顽强毅力, 终于将后勤物资源运不断运往了前线, 用他们的血弱之虚保护住了亚洛江大桥, 维系这条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生命线。 麦卡斯拥有世界最先进的装备, 却不能将这座大桥炸掉。 有人认为, 是杜鲁们没有过早同意麦卡斯的计划所致, 但逼者认为, 这是中国军民支援前线的决心, 这才在他们不怕辛劳, 不怕牺牲的精神下, 毅然挺立的压鲁江大桥。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,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, 不妨长按点赞强烈推荐一下, 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, 咱们下期再见。